新春佳节的喜悦之情 和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期盼 营造了欢乐祥和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晚会坚持开门半春晚 创新半春晚 从全国各地临选了一批优秀演员和节目 在内容编排 表现手段 演员阵容等方面 都有创新和亮点 令现场观众耳目一新 经过认真筹备和多次彩排 中央电视台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 目前已经准备就绪 将于2月13号20时 通过中央电视台第一 四 七 九套节目 和高清综合频道 以及中国网络电视台 向全球同步直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刘延东 一同参加慰问 本台消息 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邀请 斯洛伐克第一副总理杜尚·恰普洛维奇 将于2月22号到27号访问我国 随着春节一天天的临近 各地的节日气氛也越来越浓 本台记者走边疆下基层 深切体会到了各地浓浓的年味 前不久刚刚遭遇暴雪袭击的新疆阿勒泰 气温依然在零下30度左右 但随着年味渐浓 记者发现这里已不再只是白茫茫的一片 我在大街上看到整个大街上呢 已经挂满了红灯笼 而且呢两边树上也有了七彩的彩灯 收入站的人呢已经开始准备过年了 而且这种过年的气氛呢 已经扑面而来了 阿勒泰的2000多市民今天走上街头 举行迎新春长跑比赛 20多年来阿勒泰人都是以这种方式迎接新年 在云南狄庆藏族自治州 在藏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 也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活动 这里便是美丽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总人口只有30多万 而民族就有26个 1300多年来 多民族的混居使这里的过年的封锁 具有了一种非常相名的特色 就是民族融合 抢头水和赚金桶 就是两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50多岁以前都是抢过头水 身体也差一点 现在抢不动了 就癌子集成了 清静 平安 欢乐 安康 在西藏堆龙德庆县 杨达乡通嘎村 过上定居生活的农牧民们 正开始为新年准备传统美食 今天是藏历29 按照当地传统的洗手 家家户部都要做骨秃 吃骨秃 团团圆圆过大年 正在准备骨秃的阿雄一家 是第一批入住定居点的村民 这几天在外工作学习的儿孙们 都陆续回家团圆 老人们别提多高兴了 我现在就是在祖国版图最北端的墨河县 这个地方即使在现在这个时候 最低气温也会达到零下的40摄氏度 那么在如此严寒的地方 百姓的餐桌上会是什么呢 在墨河的北锤市场 记者看到了与世外冰天雪地 形成鲜明对比的绿油油的蔬菜 和各式各样的水果 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这个新鲜水果有多少种 20多种 都是哪儿的产地啊 有三冬的辽宁的哪里都有 在湖南洞庭湖 渔民们用全渔宴迎来了 在岸上的第一个春节 这些被称为水上人家的特殊群体 来自香 酥 碗 卤 鄂 川 等九个省份 以前他们以传为家 现在366户 1290名渔民 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 田地和户口 对于第一次在岸上过年的 洞庭湖渔民来说 大家的喜悦之情 一语言表 从此他们将共同拥有 一个新的身份 湖南省岳阳县居民 政府给别人补了一个房子 在记事上 我接了份子的老婆 在自己来办养鸡场 现在我们下次 你们到长沙 回上海 在上海市博会 中国馆的施工现场 工人们注定要过一个 不平凡的春节 这里是中国馆的地区馆部分 尽管临近春节 您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工人 仍然是在加班加点的工作 面对今年的春节 他们都选择了梦回家 等市博会开梦了 我也想把我的父母 也带过来这边看一下 因为市博会 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虎年新春将至 全国文化工作者 把优秀的演出图书送到基层 为百姓送上一道道文化年货 这两天中国木偶剧院 把舞台搭进四川十方的广场和社区 由北京团市委等单位组织的六场 北京十方手拉手新春送温暖活动 给赛区的小朋友送来了鲜鹤与乌龟 青蛙与老虎 三只小猪等 充满童趣的墨具和书包文具 青蛙很聪明 最后我想出了办法比老虎跳得高了 课本上他们学什么 在舞台上还能看什么 凉日来中国文联邀请和组织了一批 全国知名的音乐舞蹈曲艺小品和书法艺术家 深入到河北北京等地郊县农村慰问演出 在山东 在辽宁 宋门画下基层红红火火 农民不仅领到免费发放科普光碟 还成了舞台上的主角 今天由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 联合主办的图书信庙会活动正式启动 春节期间 北京各庙会现场 将专门开辟图书销售区 在莲花池公园庙会中心区 开设的上百个图书卖场上 汇集了近十万种图书和音像制品 要从今天开始 北京市的庙会都要有组织地进行 图书信庙会活动 天津的大街小巷 满眼都是喜庆热烈的中国红 红彤彤的年味扑面而来 浙江杭州和方街 安徽黄山屯系老街 大红灯笼和古朴的老招牌 把古街打扮得生机盎然 很多外国游客也流连其见 农民画之乡 吉林东风县家家户户 都贴上了自家的农民画 而上海市民则举办了一场 世博春联比赛 我那一定做话东道指 你就是博文 做一个农民的市民 甘肃庆城县农民 用漂亮的窗花 大红的剪纸 把自家窑洞 装点的年味十足 古城西安 则把老城墙和钟楼装饰一新 在福建龙岩杨舍村的 慰问演出现场 村民组成的 五十五龙队 十五龙飞 锣鼓声声 在广西南宁如意芳庙庙会 河南郑州民族庙会上 胡桥杂记 德康普王也都陆续登场 我是虎的 我是虎妞 希望我今年如五天意 找一份很好的工作 重庆 大连 哈尔滨 石家庄等地 节日的夜色更加绚烂 江苏南京 秦淮河灯会上 来自台湾的鸟灯 昆虫灯 水果灯 微妙微笑 成都塔子山灯会上 开门迎客的 则是一组 五十多米长的 白虎闹春灯 在我身后呢 是有许多红色的莲花灯 组成了一个漂亮的灯盒 在今年的塔子山灯会上 大约有两千亿盏灯 组成各种不同的造型 给广大市民 带来一场绚丽的光之盛宴 美景总有鲜花相伴 江西南昌 二十万户市民 节前收到了 有关部门送来的鲜花 全城打造花园南昌 山东青州 二十多万平方米的鲜花大厅 广州十大迎春花市 都吸引了众多市民 湖北武汉 东湖梅花节上 三百多种梅花 引来游人穿梭起肩 这几天 香港十四个 大大小小的年宵花市 相继开业 银柳 年菊 桃花 百合等 依然是今年花市的主打 而老虎套垫 老虎背包 老虎春联 老虎小吃 这些虎年特色产品 也都从琳琅满目的 商品中脱颖而出 军营里的节日 同样精彩 在新疆阿克苏市 阿伊库勒镇 武警官兵与维族群众 共同跳起麦希莱府 在西藏 一线值景点 节前收到了军区 送来的年货 内蒙古军区的 年货大棚车 也把一批新鲜蔬菜 送到临海哨所 福建海岛哨所 则收到了取暖器 图书等节日物资 现在我们吃的喝的 玩的都有了 这个年 我们过得一遍很快乐 春节前夕 全国各级残联 针对不同残疾人群体 送去了贴心的温暖 财政并不富裕的安徽省 春节前安排专项资金 给全省每位农村残疾人 和城镇残疾人 分别发放了 360元和600元的救助金 家住黄山市 麒门县的重度残疾人 胡春菊 年前搬进了新居 在各地残联 实施的微房改造工程中 春节前 全国共有 11.2万户农村 重度困难残疾人家庭 搬进了新居 在江苏 扬州市残联 发起的春风纵暖 幸福扬州活动 给每户残疾人家庭 发放了100元护理补助 还将社会团体 捐赠给残疾人的 洗衣机棉被 送到了每一位 特殊困难残疾人家庭 据了解 节前中央财政 已拨出7.1亿专项资金 将对全国6万名 贫困残疾儿童 实施抢救性康复 同时针对残疾人 脱养服务的 阳光家园计划 已经全面启动 春节前夕 全国妇联先后到 贵州 甘肃 广西等 老少边穹地区 开展送温暖三下乡活动 各地妇联组织 母亲健康快车 下乡为妇女群众 开展医疗服务 配送医疗检查设备和药品 历时近两个月时间 全国妇联三下乡 直接向各地送母亲水窖 母亲健康快车 春蕾计划 小额信贷项目资金 贫困母亲基金等 总计2200多万元 解决农村妇女儿童的 实际困难 我国北方地区 持续多日的大范围 雨雪天气 今天逐渐减弱 但气温仍然较低 在经历了较大强度的 雨雪天气之后 南京昨天的温度 急促降到冰点以下 省内多条高速公路受到影响 降雪使京台高速公路 安徽黄山段路面 出现了大面积积雪 高速公路暂时关闭10个小时 在高速收费站 工作人员为每个滞留车辆 提供周到热情的服务 截至今天上午 受阻路线已经开通 车辆缓慢放行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最新会商 春节期间 我国将遇到两次冷空气影响 具体来看 13号到15号 安徽 江苏 湖北 湖南 浙江北部等地 有小到中雪 江南 华南 西南地区 东部等地 有小到中雨 16号到18号 江南 华南的部分地区 有小雨雪天气 其他大部分地区将转晴 气温回升 总体来看 今年春节期间 我国北方天气 多以晴天和大风为主 南方则持续阴雨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 全国会计师事务所 着力解决行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用诚信 为我国经济安全运行 提供了客观的会计信息 山东 眼周 美业 不久前成功收购了 澳大利亚一家大型能源企业 而能在海外并购中成功胜出 多亏了远在北京的信用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 澳大利亚的信息披露 与中国有差异 事务所帮助我们完成了 信息系统和会计报表的 对接等工作 使我们能够顺利接受 提供面向国际的会计信息服务 是目前全国会计师事务所 着力解决的课题 同时 主管部门财政部 鼓励优质事务所联合合并 事务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 诚信建设 也成为行业发展的生命线 会计事务所这种组织社会需要 就是它的一个公信力 坚持自己的社会责任 进化资本市场 能够维护这个社会的公民交易 此外 健全事务所基层党组织 成为整改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100天的时间里 事务所党组织覆盖率 由学习实践活动之前的20% 迅速提高到90.95% 通过开展学习实践活动 形成了党建和业务 两结合 两促进 两提高的一系列的制度 办法和机制 中央外宣办 全国扫黄打飞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画部 公安部等九部门 联合开展整治互联网 和手机媒体 淫秽色情 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以来 打击涉谎网站利益链 取得重要突破 境内网上淫秽色情 和低俗信息明显减少 通过手机媒体 传播淫秽色情的势头 得到有效遏制 据了解 此次专项行动 把整治手机媒体作为重点 重视发挥公众举报的作用 逐利打击 为淫秽色情 提供生存条件的黑色利益链 截至2月10号 专项行动中 已关闭淫秽色情 和低俗网站1.6万多个 先后曝光了多家互联网 接入服务商 一批违法犯罪分子 受到法律制裁 有关部门表示 今后将严打 内外勾结违法行为 建立违法网站黑名单制度 和违法人员的行业进入制度 为有效治理和科学管理 提供更健全的制度性保障 北京市崇文区 将信访代理站 深入到社区 很多问题不用出小区 群众通过向信访代理站反应 就能得到及时解决 去年入冬以来 北京遭遇了罕见的 大风降温天气 而崇文区天郊园社区 一栋新建住宅楼的居民 却在试工暖气间 发现室温没有达标 因为我们这个是两居室 有五组暖气片 这是第一组 第一组还相应的稍微热一点 越到尾端越不热 仇女士这栋楼的居民 都是回迁的老住户 刚入住暖气就有问题 让他们瞧牵新居的喜悦 顿时凉了半截 群众动嘴 信访跑腿 社区街道区里 三级信访组织 统一搭建平台 区微改办 开发商 物业多部门参加协调 最终通过了 由开发商出资 物业公司施工 加装循环水泵 增加流量的解决方案 经抢供 130户居民的供暖问题 得到了解决 小市由社区代理解决 专市由区各委办局代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